新娘披上了婚纱格外的有魅力 但是呢 这个美梦怎么变噩梦了 台北市中山北路呢 婚纱街上面呢 有一家说是挑战最低价为号召的婚纱店 有整型人呢 看到说 我们应该去拍照 应该去看照片 结果呢 人到了店里面 一看到东西被搬空了 外面呢 还上了这个粗珠布条 打电话进去 业务也不见了 根本人去楼空 那么现在这个倒霉的新娘说 当初啊 去看上比市价低的价格才签约 现在回想起来 业务那时候硬要他要求赶快先复线 根本就早有问题 所以气得到警察局去提告诈欺 传出无预警停电的婚纱店 2010年还参加婚纱展 请摩托尔亮丽走秀 吸引客户上门 店面就开在台北市热闹的中山北路婚纱街上 不过上周开始东西搬空 只留下满地账单 水表超表通知也贴在门上 其后一次还被人傻了纸钱 因为有大批付了钱 准备办终神大事的新人 找不到业者超傻眼 无意间就往上面抬头一看 心想说不会吧 怎么出租了 对然后当下就打电话给那个上面的电话 然后一个男房东表示说 波西米亚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搬离了 蔡小姐好无奈 她说6月5号时 因为看到店外贴着挑战最低价 40组加25组电脑档案 价格4万块有找 比价后发现同规格的市价得花5到6万 便前往下定 因为这个方案必须要用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 才能够享有这个优惠 然后我当下就说 那不能刷卡吗 她说不行 只能够用现金付清 有时候电话还蛮困暗的 那当时齐楼的话 还是有现任在招揽生意 在倒闭之前 有大量搜紧一些定期来讲 这个部分可能就有涉及到形式炸漆的问题了 看看业者脸书粉丝团 客户留言抱怨找不到人 拍好的照片都还没看 担心该不会是倒闭了吧 而蔡小姐也已经到警局报案提告炸漆 呼吁其他被害人一起出面 小保官提醒消费者自保定金最好 不要超过10% 避免出了问题 钱逃不回来 中间新闻宣传华 吴建阳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